字幕製作者 Christ 你所欣骤 學習跟表白, 好好的 師傅 信老长子 老老長的巨大哈 畫面也好き use 今天的歌法 今天的這首歌 很歌曲, 有很多粉絲, 很開心 龍爺市連這個粉絲、 我們都有台北 那我們連港文也聽不到 龍爺的歌曲, 很有趣 類似高折的 выбор 所以除了粉絲之外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在公眾地方跟粉絲見面 還有很多 真的今天很齊人 演員每個都在這裡 所以 還有我自己也很久沒有試過這樣宣傳 在一個大型的商場 跟現場的觀眾有這麼近距離 還有演員一起玩遊戲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久很久沒有試過 所以特別興奮 我覺得今天的氣氛 不知為何好像特別熱鬧 好像比以往宣傳的氣氛特別好 可能我們演員之間大家的心情也好 因為在內地播出 很多觀眾看完之後 評價都是很正面 還有很奇怪的 很少很少一些評擊的東西出現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演員和創作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有會不會在家裡看的 我就一定會看 但是現在就不知道什麼情況 因為監製就說想約了我們幾個演員 或者哪些人一起可以一起吃飯 一邊看 我覺得都好 好像一個開播儀式 因為我覺得難得我們又在香港 又有時間的話 就盡量希望一邊吃飯 又可以聚一下教 又可以一起看 都挺開心 但我想喜歡看其他演員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次兩位以這個角色 都要借家給我們一些難度 龍爺 龍爺 我想沒什麼難度 幸好是這個角色是今天落在我手 如果這個角色是在十幾二十年前找我做 我想是比較難掌握 因為始終高折這個角色是在這個社會打滾幾十年 亦是見過很多風浪 亦都遇過很多失敗和挫折 所以才會導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幕上見到這個風節 所以我自己都已經在這幾十年前 即將你的經歷有一點點擺下去 是啊 所以有時候我拍的時候 不應該哭 我都哭了 因為裡面自己的經歷太辛酸了 哈哈 有什麼這麼辛酸啊 譬如我可以讓你折磨 哈哈哈哈 讓你喜樂啊 是嗎 哈哈 你的榮幸來的 是啊 所以我剛才不如叫周麗琪 哈哈哈哈 你呢 你怎樣啊 我榮幸啦 因為我和男神合作 因為我的粉絲很喜歡阿龍爺 已經轉了會了 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粉絲在內地看完之後 會覺得我和你是不是會發展 最後就是 他和家欣的角色罵分手之後 會不會和我 我覺得很有趣 我和家欣那條線 但是觀眾又會聯想到 我會和你一條 可以嗎 可以發展一下 我們下一部電影 我想呼籲一下 可以和我們做一隊 或者歡喜冤家 日日打 那你幫我買重點保險 哈哈 因為戲裡面 除了可以和安仔 龍爺一起合作 但是戲裡面 我覺得難演 因為這個角色 其實他沒有什麼性格 他沒有什麼主見 他又很無奈 他經常被高折 即是龍爺做的角色 和安仔這個角色 中間被他們兩個拉扯 兩個都覺得我蠢 但這一個就覺得我蠢是好 因為是一個好人 但安仔覺得我蠢是利用我 所以我是一個很蠢的角色 和一個沒有自己的主見 一直是被人欺凌 和很害怕 只會哭 或者慢慢會變堅強 因為龍爺這個角色 慢慢訓練到我 是成為一個可能有自己主見的人 所以一個沒什麼主見的角色 挺難演的 真的難演 因為完全是沒得 沒什麼演技 因為你只是一個 功能就是給他們兩個利用 但是這個角色 是需要在這個戲裡面 就是一個好人 如何處理這麼多危難 或者在你手上如何控制 所以都幾大挑戰 但依然是得心應手 和揮手一致 沒有 有一場戲和龍爺 我記得要我罵他 哇 我很害怕 是不是